男人举起唇子朝面前的棺材等砸下去 没一会儿棺材被成功撬开 他探头望去 里面的女士面色红润皮肤饱满 看起来刚死不久 男人大着胆子翻进去 拿出麻绳套上脖子 然后慢慢起身让女士坐了起来 他双手合十拜了拜 又冲着女人双眼挥了挥 确定已经死透后 把目光瞄准了胸前的项链 男人缓缓凑近 捏起珍珠仔细观察 确定是珍货后 没有犹豫一把取下戴在了自己脖子上 莫怪 莫怪 物外之才 死不能带去 只因生没有带来 借给在下 面护小哉 大功告成 男人本该转身走人 但他却觊觎起了女士的美色 这女士本名肖云玉 曾是花楼有名的头牌 一周前被城里富商看上 娶回家做了小妾 本以为能麻雀变凤凰 一招飞上之头 却没想到 这富商老爷在新婚丹丸 不知从哪搞了些密钥 一战到天亮 萧云玉竟然死了 为表歉意 富商替他修了作目 又搞到一串慈禧带过的珍珠项链 作为陪葬品一起埋了 男人此番下目 求的正是这串珍珠 可他一想到富商老爷的快活事 又看到栩栩如生的女士 色欲熏心 俯身就要亲下去 没想到萧云玉竟然瞪大双眼 吓得男人起身就跑 两人从墓里爬上地面 从四更追到天亮 盗墓小贼竟然被活活累死了 这件事很快便传遍了小镇 盗墓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 萧云玉的尸体跟那串珍珠项链 全都凭空消失了 富商很快派人报案 要捉拿偷项链的小贼 经过调查 警署锁定了一个嫌疑人 车夫阿福 小镇上出了一起盗墓贼案 被盗走的还是花楼头牌的尸体 跟慈禧老佛爷带过的珍珠 警方迅速调查 锁定一个嫌疑人 车夫阿福 几天前 车夫像往常一样在街头拉客 三更十分 他收拾收拾准备回家了 这时 一个身着黑裙的女员走了过来 说要去后街 阿福看着女员的长相 当时就愣在原地 这不是萧云玉吗 可萧云玉死后登过报纸啊 阿福没有多想 只以为女员是萧云玉的妹妹 两人边走边闹 聊得很投机 但没一会儿 阿福觉得不对劲了 他沿着女员纸的路线越跑越偏 穿过一片树林后 甚至来到了坟地 他有点害怕 便停下脚步问女人 还要走多远 女人轻轻一笑 骂他胆小 但也没有多加为难 让阿福停这儿就行 到了负账的时候 女人发现自己没带皮包 便摘下脖子上的项链 伞给阿福 说下次带了钱再来赎 接着换步朝深处走去 可没过两秒 他竟然消失在原地 阿福起初吓了一跳 可之后又有些好奇 他没忍住追了上去 结果却迎面撞上了 萧云玉的坟 此时他才明白 这美艳的女人 哪里是什么妹妹 明明就是萧云玉本人 阿福拖着黄包车掉头去跑 直到回家躺在床上 仍觉得惊魂未定 等缓过去后 看着手里那串珍珠项链 阿福怎么拿怎么烫手 于是接下来几天 他每天都拉刻到三更 希望能再次碰见萧云玉 把这串珍珠还回去 结果还真就凑巧 让他给遇见了 萧云玉 经过这么多天的心理建设 阿福没那么打触了 而这次的目的地 也不是坟墓 而是河边 到了地方后 阿福拿出项链还给女人 说东西太贵重 他不能要 萧云玉笑了笑 怕他非常诚实 可今天自己也没带钱 没法付阿福车费 不然两人一起去赌坊 赚上一笔 既结了账也成了情 阿福本就是个赌鬼 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但他两手空空一个子也没有 只能把黄包车底给赌坊 凑上二十块大羊 两人来到楼上 在萧云玉的指引下 阿福连连吓中 一会儿的功夫 就赢了一千多大羊 阿福美滋滋地坐在边上数钱 但他一抬眼 萧云玉又消失了 几天之后 警察找不到尸体 也找不到珍珠 只是收到群众举报 说看到阿福曾拿过那串项链 在街口晃来晃去 便把他列为了嫌疑人 可阿福讲了好几遍 始末缘由 警察都不相信 只是让他带路 一同去赌坊 探个究竟 但真到了地方 阿福傻眼了 因为这栋房子 早在十多年前 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连楼梯都是一踩就碎 而且他当晚的黄包车 此时早已遍布珠网 警察见状 当即要把阿福捉拿归案 他为了自证清白 便掏出那些赢的大羊 可当他放入水中一看 这哪是银哥的 明明就是天地银行的铭币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贪财顶多是一场空 而贪色可是要搭上命的呀